要抓住機會訪問你 你很上鏡 你的五光很 13歲就捕魚 13歲就捕魚 畢業 小誰畢業 我們38年次的 你是1949年 1949年出生 那個我不知道 38年就1949年 那時出生的 讀書 那個小琉球沒有 國中嗎 只有小學 那個時候有小學 小誰啦 6年級 你要讀東學 要到東港那邊去 要考 考沒有 就去 打魚 上船去 跟著出海 那時 那時的年代 你要跟自己的人 你要出去捕魚 頭一次就是要煮飯 煮飯給人家吃 在船上面 就是你剛去的時候 你要做飯 其他都不會 所以你要做飯 以前沒有 洗菜啊 砍菜啊 煤炭 煤炭 在船上用煤炭來燒 煤炭 煤炭 船上也是用煤炭 它是很香啊 用買煤炭來做飯啊 欸 那個小時候有事 在海中 海浪 下雨也是在外面 很辛苦啦 五魚人真的很辛苦啦 很苦很苦 那個年代 一直學到你工作會啦 差不多 13歲 然後16歲 你是13歲上床嗎 13歲就上床 哇你那個時候都還沒發育 沒有啦 那時候還沒有發育 對啊 因為你的營養都沒那麼好啊 那個年代 不過你在海邊你也經常吃魚 吃魚啦 吃虛艦的 魚你應該身體也很棒 我看你 哇 72幾歲人 精神很好啊 狀態也很好 那時候 誰兩三年了 會了 對不對 會了就當船員啊 做船員 兩三年 要兩三年時間 對啊 你要學會啊 什麼工作你要學會啊 和大人一樣啊 對 啊誰會了就 那就15六歲了 那個時候 就當那個船員 做船員 船員 他當船員 當到一兩年了 就是誰那個機艙裡面 駕駛 不是 機器 機器嗎 輪機長 就是啊 你要不要駕駛啊 那個駕駛就是 小時候就 一開始就要 一開始就要 對 就要誰了 輪機長 修理還是學什麼 就是 研究 研究 研究那個 研究那些結構 船的結構 機械 機械 機器 機器它的什麼 零件什麼都 要學會 要動 啊學會了 你要當輪機長啊 輪機長 那要學維修 要到時候 要維修 有壞的話 要不維修 輪機長啊 輪機長 學會了 就想要當船長 哇 那你最後有沒有當成船長 有啊 有啊 我們老船長 你那個時候是 幾歲當船長 我們那時候 那個 我們那個年代啊 以前用那個天尺 天 什麼 那個 那個 國語就是天尺 天尺 那個是日本人 花園的 有什麼用啊 夜亮 那個測夜亮 測星星 測那個 測那個 才知道 我們這個船的位置 在哪裡啊 海洋在哪裡 就是這樣 還要學那個 日本的氣象 你才可以 人家 你一個小學生 你能夠理解 那麼多東西嗎 這麼厲害 用自己的 你腦袋 你要想要當船長啊 對不對 你就要去誰啊 是 是 那你很有學習精神 是啊 你 你不學習 你不會 你就 人家看 人家有權眼 要 要當你 抓你 起來當船長 對不對 是 沒有機會上去當船長 對啊 人家看不起你啊 你的沒有辦法 你誰 小學畢 你的頭腦沒有機器也不會 對 那個 測那個 猩猩也不會 測夜亮也不會 測太陽也不會 你連車 哪裡 當船長啊 那為什麼要測猩猩 那以前 就是 要 要算啦 那個 日本花瓶的 那個是日本年花瓶 以前沒有這個機 那些電子的東西沒有 以前沒有啦 對 就是 它有一個布置 它每年留一布 那個 那個都丟掉了 不能 你來 拿給你看 你看到你說 這個 怎樣算 只有加錢而已 只有 最重要是保持生命啊 對啦 以前就是這樣 保持生命 你在海中 什麼時候會 台風什麼都出不曉 當然當然 要安全 保持天使 保證安全 才知道 船的位置在那裡嘛 不然你那個 出去 怎麼 那是有羅盆啊 羅盆 那個是 指我們的船的方向說 我駕駛到 現在 你也要知道 不知道那個船會在哪裡啊 對不對 那你要測這個 天使下來啊 沒有這麼發達啦 真的 這個機器沒有這麼發達啦 所以 一定要有像媽媽你這樣賢慧的人才行 沒有沒有沒有 否則的話呢 家庭就破裂了 我們以前喔 要當船長很辛苦啦 嗯 真的啦 你要 從那個 煮飯 一直當輪機長 或是要當船長起來喔 沒事沒事沒事 真是要 我再訪問完再去都沒問題 再練 練著再練啦 真的啦 然後 你花了多少年才當上這個 船長 我那個 當兵兩年回來 去當兵兩年回來 我還沒有當兵的以前 我18歲就當輪機長 喔 要當兵 對不對 要服兵役 20歲嘛 你那個時候也要服兵役的 要去當兵 當兩年回來 22歲 然後 又再出海 對啊 不然 那你再過多少年才做船長啊 22歲回來就當船長 哇 我當兵回來 當兵回來就當船長 對對 人家就看得起我了 這麼厲害 我還沒有當兵的時候 我就 這個把他捨起來了嘛 什麼都懂 對 把他捨起來 人家就知道說 某某人 這方面OK 啊 不好 這樣人家就看得起 看得起 看不起你 那那個時候 船長跟這個船員的這個薪水工資相差多少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那個是 我們台灣人 沒有 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請到 沒有外勞 沒有外勞 都是我們那個 台灣的 是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一般的船員 跟你們這個船長的工資是怎樣 那是 那是怎樣分耶 如果說 一百萬 把他那個 我們那個 那個 消費 消費 譬如講 三十萬起來 對不對 還有七十萬 你們有固定工資嗎 有沒有固定工資 沒有沒有 那靠什麼 那個 有時候也沒有賺到耶 那靠什麼收入 你們 靠補魚啊 然後捕到魚的話呢 拿來 看怎麼樣分成是吧 對啊 進來 進來台灣 買啊 賣的時候 這個到外海去撈 撈完回到台灣 這個 陸地 上陸地去賣 東港還是高雄 東港 高雄去賣 賣完 看我們這個 這次的出港的那個費用 是 扣除 扣除 扣除掉 譬如講啦 一百萬 賣一百萬 三十萬 那個是消費的 成本 成本 他那個七十萬起來 然後怎麼分啊 然後就是什麼呢 船一半 給船 給船的老闆 這個船主 對 一半給船主 船主一半 我們這個人一半 這樣起來 你們這個 船員 一半 一半 那個 再這樣 那比如說 一百萬 三十萬 去了這個 成本 消費 十加七萬 七萬的話 三十五萬 是給了這個 船主 然後三十五萬 你們分 三十五萬 你們分 那怎麼分法呢 分法是 船長比較多啊 還有輪機場啊 還有船員啊 對 你們只有三個等級 是不是 藝術船只有三個等級 三個等級 那個是進來的 嗯 這個是 我在講這個是進來 差不多 二十多天啊 三十天啊 這樣 一般出海的話 一般 差不多建立一個月 我們以前在抓魚 就一般 差不多一個月 二十多天啊 三十天這樣 差不多 這個距離這樣 再跑 是 然後那個時候 魚貨怎麼樣 那個魚貨很好 那個魚貨很好 那時候 一船回來 大概可以賣多少錢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們那個 蔣總統 蔣經國 蔣經國 在領導的時候 我們在補儀 去到哪裡 那民國 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七十幾年 去到哪裡 人家都不會抓好民主 不會什麼 不會 不會說 六海林啊 因為禁止那個魚區啊 魚區啊 現在的就是 就你說 以前菲律賓啊 什麼 他們都不會 他們都不會 我們那時候在抓魚 我剛才給你說 補儀 現在補儀很不好 就是這樣 現在沒有份了啦 補儀員 你那個魚區 給我們控制 這個有了有去 去哪裡 不一定啊 你那個地方就是有 你那個地方叫我們不要去 我們在別的地方叫做不到 這樣就是餓死 那是 那是 就是這樣啊 現在的生活就是這樣 以前生活很好 現在就是不好 就是這樣 反而你們那個年代 收穫還更好 我們那時候 還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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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蔣經國在 在領導的時候 那時候還 還 生活還 我們這個 自己的船還很好 感覺那個時候的生活 比現在還要好 一百倍喔 不會吧 這麼多一百倍 真的啊 你沒有那個 你是說魚貨多吧 魚貨多啊 隨便我們去到哪裡 日本哪裡抓 菲律賓 到處都可以去抓魚 對啊 人家不會阻止你 不會阻止你 人家不會給我們 不會攬你 對啊 那現在就不一樣啊 是是 那麼 你那個年代的話呢 像船員一個月收入 大概有多少台幣啊 那個 那個不一定啦 不一定 那個是不一定啦 好也是有選好 那個東西是很便宜的 以前的東西很便宜 對 賣的價錢很便宜 我們家裡的人 出去買東西 回來煮也是很便宜 那時候以前 股價很低 股價是很低 我們這個家庭 一萬多 差不多一萬幾八 幾千塊 就可以過了 一個家庭 啊現在這樣 一個也要幾萬塊 對不對 那當然啦 那你幾十年啦 你要 要 要做什麼都很貴啦 賺錢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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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全世界都這樣不只 不只我們台灣 很多地方都這樣 以前 以前不是 以前 以前我們真的 補一點也很好賺 嗯 後來就沒有辦法 啊 那個 哇 這個 時光的 飛色已經 一下子就幾十年過去了 對啦 你們現在都 退休啦 退休 享受生活啦 哪裡 享受生活啦 我還有豬排呢 豬排是什麼 養魚啊 養魚啊 對啦 豬排養魚嗎 對啦 也是抓魚啦 抓魚 幾點鐘啊 差不多一兩點鐘 炸就 就跑去來了 你說那個小 小床 小豬排 小豬排那個 小豬排 我們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啦 那個是釣馬去 對啊 不然我給你講說 現在要釣三兩 四兩的魚 很難 那你要跑遠一點咯 跑遠一點 不可以啦 住主牌不可以遠 不可以太遠 因為風浪 頂不住 頂不住風浪 有風浪就不敢出去啦 頂不住風浪 一點點風浪就不行 哈哈哈哈 哎呀你的賺點 抓點來自己吃啊 或者那個是不是 就可以啦 小東西啊 小東西啊 沒所謂 包粥啊 包湯啊 哈哈哈 清蒸不洗 就包粥 包湯最好了 是吧 就是這樣而已啊 是是是 但是最重要 有個窩 有個地方住 這樣的話呢 生活開銷就沒那麼大 對啦 哎 像台灣人啊 香港人啊 租房子啊 在大城市啊 多貴啊 是不是 是是 台灣 現在幾年 喔 因為他這個旅遊發展的挺好 所以的話呢 這邊也可能也是 也是長起來 有錢人啊 沒有錢人啊 沒有錢人啊 沒有什麼啦 這樣 他 他越有錢他就 人家做生意也就是做生 我們哪裡 沒有錢呢 做生意 做生意 小生意 小生意 一天要吃到飯就趕快去拼命喔 喔 不能就沒有飯吃了 哈哈哈 就是這樣 七十來歲人咯 這個 還要拼命 不用拼命啦 有 有 三餐 一說就好了 讓小孩子去拼命好了 對 你們的應該拼夠啦 對 應該 看看怎麼樣 享受人生最後的 不知道還有能夠 二十年還是三十年都不知道 哈哈哈 今天在這裡講話明天就不知道了 哈哈哈 但是你很樂觀 你很樂觀 很開懷 嗯 什麼稱呼啊 我姓蔡啊 蔡先生 蔡老先生 好啊 謝謝謝謝你 介紹了我們的老一輩的海上生活 出海捞魚捕魚的生活 嗯 謝謝 謝謝我們這條片到這裡為止 謝謝 謝謝蔡媽媽 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and bye